拉曼理工大学学生代表理事会揭露 拉大校园再次传出性骚扰事件 不过校方却仓促结案 令受害者们二度受伤 学生代表们今天在拉大召开记者会指出 在将近两个星期前的游泳比赛中 学生和游泳教练发现一名男同学的手机相册里 存有多名女同学的泳装照片和影片 尽管受害者们已经向校方投报及报警 不过校方却已男同学已经认错 以及校方已经做出适当惩罚结案 受害者们对此深感沮丧及不满 请ро gears建设订阅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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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niTV记者叶思云采访报道